善男子 視為菩薩摩科薩十種大願 聚足圓滿 欲諸菩薩 於此大願 徐順 徐入 則能成熟 一切眾生 則能徐順 阿柳多羅三秒三菩提 則能成滿 普然菩薩諸行願海 事故善男子 予於此而 應如是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滿十方無量無邊 不可說 不可說 佛策極微塵素 一切世界 上妙七寶及諸人天 聚盛安樂 布施以所 一切世界 所有眾生 供養以所 一切世界 諸佛菩薩 佛策極微塵素 相逐不斷所得功德 若福有人 民恥願黃 日敬於矣 所有功德 比前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至憂波利沙陀分 亦不及一 若福有人 以心信心 於此大怨 受慈 獨重 乃至書寫 一四句矽 速能除滅 五無間業 所有世間 身心等病 種種苦惱 乃至佛策極微塵素 一切惡業皆得消除 一切摩棍 夜叉 羅賊 藥溝盆茶 藥皮射遮 藥布多等 飲血淡肉 諸惡鬼神 皆色遠離 或是發心 親近守護 各位師兄慈悲 各位師兄慈悲 大家好 今天我是繼續講這段經文 都是表示受慈十大行願的功德的 我現在今天是由這段約福有人 以心信心 依此大怨 受慈 獨重 乃至書寫 四句矽的 速能除滅 五無間業 以下那段經文講的 其實上面一段經文是已經講明能夠得聽聞這個十大怨王的功德 是這種功德很大 大勝怎麼樣呢? 是超勝過無量財寶 暴施共揚的功德的 現在今晚說這段經文是再詳細講明能夠受慈 獨重 書寫這十大怨所得的功德 是儲勝之處 再詳細再詳細講明能夠受慈 獨能除滅 五無間罪 現在今晚就是繼續這段 所有世間身心等病 我們知道病是沒有人歡喜 誰喜歡病的 人人都很怕病 每一個人都是希望身體健康 所以我們重驚迴向 都是回向健康 希望一切人健康 希望自己健康 這是健康是別人喜歡的 沒有人希望是有病的 但是根據這個書本裡記載 三國時代有一個張飛 這個三國時代的人名 張飛、關雲祥、劉備、諸葛孔明這些歷史人物 相信大家都聽得很熟 但是講這個張飛 她是很勇猛 她的人是有點粗魯 但是她也是很忠誠 對她自己的大哥劉備 她勇猛 所以她說她做人是天不怕 地不怕 時時自己就請威風 有一天 諸葛軍師 諸葛孔明 又跟她說笑 諸葛軍師 諸葛孔明在她自己的手掌裡面寫了一個字 後來拿著就去問張飛 她還沒開過手掌 拿著手掌問張飛 我問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張飛說 拍一拍自己的心 我不怕 我張飛是一個大丈夫 頂天立地 什麼都不怕 後來諸葛孔明就把這個手掌打開 打開他裡面寫了一個字 裡面所寫的是一個病字 然後伸開這個手掌給她看 你看這個字 你怕不怕 那個張飛一見到 即時伸下那條舌頭走不走 一邊走一邊說怕了怕了怕了 怕病我就怕了 所以說一世清英雄的張飛 她是不怕死的 但是她怕病 由這樣就可以知道病是人生的一個大死敵 所以說英雄最怕病來磨 那些如果身體健康的 她們真是宿生所收來的福 一輩子沒有病 她就不知道病是怎樣 不知道病是怎樣辛苦 但是病過的人 真的提起病都是害怕 這種病苦之後 真是好像是如人喝水冷暖自知 病過的人才知道病的痛苦 世間眾生時常都是被病苦襲擊的 我們人的身體是四大肩 濕 暖 動 即是地水火風四大所組織而成的 由於生理的循環 生存代謝 堅濕 暖 動 這四大在身體裏面互相鼓動 所謂強勢 侵弱勢 四大不平衡 令到這個身體種種種疾病 產生 又或者遇到外來的環境侵擾 意外發生 傷害到身體而至成病 那這些都是新病 現在我們處於病毒傳染的恐怖期 我們現在是遇到病毒侵襲人間的大災難 初時就是新冠病毒 後來又說印度的變種Delta 現在有南非的Omega 這些就是病毒侵擾我們 事實上都是要小心 注意 保護 健康 提心 吊膽 恐怕受到這些感染 身體染了病 就慘了 所以尤其是現在就算不是染了這種病 如果遇到這個環疾 不容易治療 那這些情形呢 確實是人生的一大痛苦之事 那這個是屬於新病 所以呢 有新病 亦都有心病 依佛法來說 由於人 我們眾生 終日這個妄想不停 其實那個心念呢 我們不知道它不斷上來上去 上來上去 動來動去 其實它都很累的 所以這個心念是順色萬變 無限期的游蕩 朝野外景 在《靈嚴經》第二卷有幾句說話 形容這個妄心游蕩的情形 那幾句經就是說 醉緣內瑤 趣外賓日 婚妖妖相 以為心性 這幾句經明的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將這個攀原 新外景過後這個影子印象 聚集在內心 那將這個印象聚集在內心是怎樣呢 所以終日呢 這個印象呢 想念分別 那令到這個心呢 動盪不停息的 上來上去 上東上西 遇到一件好的事情又想 遇到一件開心的事情又想 想到晚上都睡不著 所以想來上去 這個心是動盪不停 就叫做醉緣內瑤 聚集外面的妄想印象之恩緣呢 在內心裏面上來上去 上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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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搖來搖去這樣 就叫醉緣內瑤 聚集外面的 前五斤 聚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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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屬於聚外奔日 聚遜淫向外景奔跑追逐尋求 所以就叫做聚外奔日 碎緣內瑤之故 支持中日 紛紛 崙迷不醒 因為翠外賓日,故此終日就擾擾 眾生就是用這個紛擾動蕩的妄心上 當作是自己的真心妙性 所以說紛擾擾相,以為心性 外景好的,合心水的 生個歡喜心,起貪心 如果不如意,不合自己的心水 對自己的心意有相違背 親恨心起,生一個親念 又有這個貪念、親念,又有癡迷 這些屬於如癡,無智慧,不明是理 做事顛倒錯亂 這些是什麼? 這種就是屬於心病 心病就是煩惱 所以佛經裡面說 如來說為可憐穩者 你們真是可憐可問 眾生終日就是這樣,紛紛沉沉 這些是佛經裡面所說 我們根本上的心病是這樣的 但是除此之外 就在這個現實人生的生活中 人生心病也有其他客觀的恩怨 或者偶然遇到極開心的事 十分興奮 過度歡喜 突如其來這種開心事 心良那種開心的刺激 血脈沸騰擴張 刺激到內心 而致發病 所以以前我聽見有些人 他們說 他們打麻雀 吃到 本壺 吃到什麼傷辣 突然開心到 立刻就躲下 這些就是過度歡喜 血脈沸騰 刺激這個內心 所以發病 這就是內心臟病 又或者是遇到恐怖的事情 過分驚慌 以致到神經失常 又或者因為憂愁 有困難的事 左思右想上來上去 不得到解決 這種擔心是很嚴重的 正所謂憂心匆匆 終日受煩擔憂 壓力太大 以致到內心難以負荷 所以心病又發生了 或者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 而勉強去做這件事情 因此這樣勉強 這個心力負荷太大 由致到生病 那這些是屬於心病 所以這裡說 所有世間身心等病 種種苦惱 就是因為有病 擾亂人 不得到安寧 精神大受困擾 故此稱為他們是苦惱 乃至佛冊極微塵素劫 一切惡業皆得消除 我們眾生 由於無此時來 所造的惡業 有如好像佛冊極微塵素這麼多 我們大家記得前面 第四大院 懺悔業障原 懺悔業障原 懺悔業障原裡面的經文有說 若此惡業 有體相者盡虛空間也不能容壽 所以我們生生世世所造下來的惡業 是極多極多 因為有做得極多惡業的員工 而招致招感到身心重病 人生種種苦惱不安 故此無論是生病好心病好 環境惡業病也好 幻想任何的一種病 亦都無論任何因緣而至生病 以佛法來解釋 數本窮源從根本而論 都是由宿生惡業所感的 這些都是屬於業障病 現在這套經文說 由聽聞十大怨王 以及深信授持讀 讀書寫十大怨王的功德 就能夠迅速消除五無間的罪業 並且過去所作多餘佛冊極微塵素的一切惡業 都得消除 這裏就是講明 受辭於此十大怨王 離惡業的功德 真是十分殊勝 但是消業障 一切摩棍夜叉挪刪 若溝盤茶 若皮射遮若布多等 喝血淡肉 諸惡鬼神 皆適遠離 或是發心親近搜 一切摩棍 上面所說的就是消業障 是屬於除內障 現在這一段經文所說的 就是除外摩 就是外摩障 也就是尼摩障的功德殊勝 一切摩棍 一切就不是說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不是一切 就表示這個摩的數目 很多很多 凡語叫做摩羅 翻中國音就叫做殺者 因為摩 是他專門擾亂修行人的正業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摩字 麻字 下面一個鬼字 那就是麻鬼 麻鬼就是麻煩鬼 專一找人麻煩 殺害修行人的發身為命 是生死的根本 故此稱為殺者 是麻煩鬼 魔是有四種 第一 煩惱魔 煩惱是自己內心所起的 貪欲真慰如癡 窒到我萬邪見 有這些煩惱 有這些煩惱 擾亂我們的內心 是不能平靜 由此將不平靜的妄心妄念 表現發洩在身後之行為中 所以 由這樣做種種惡業 因此煩惱是紛擾自身的力極之大 能夠把人投放進生死圈裡 把人扔進生死圈裡 這些就是煩惱的魔力 令到人在這個生死圈裡 不能夠出來 所以稱為煩惱 叫做魔鬼 這是第一種煩惱魔 第二是天魔 就是玉界 第六天的他化自在天魔 這種天魔是有福的 他所享受的五玉樂 是他天所化給他享受的 修行人 精進向道的時候 欲想出來三界生死 往往被天魔窒盜 撤法破壞修行人的道業 於是他就輕風作浪 橫加逼他 極力想盡方法 破壞修行者的道業 因為如果修行人 出來三界 變成他就少了 他們的子孫 魔子魔孫就少了 所以他不想自己的子孫少 因此精進修行人 他就想方法 希望破壞你的修行道業 讓你不出一三界 好像當年 釋迦世尊 將要在菩提書下 將要成道的時候 那個天魔 多麼緊要來都擄亂 所有的兵杖出齊 所有的利器出齊 騷擾世尊 甚至用這個女色來迷惑世尊 希望盡量阻礙世尊 不得成無上菩提 希望她能夠離開菩提座 但是始終被世尊的那種動力 將她克服了 因此得成無上正等菩提 那些天魔 那些天魔 他們對修行人的障礙 力量極之大 第三就是 穩魔 穩就是色受上行色 五穩 穩是屬於積聚的意思 積聚這五法而成身的 這五法就是我們的身心 因為是色受上行色五穩 色就是第一個色 是有顏色的色 有色相可見就是我們的身體 受是感受 這個人是屬於受穩 想就是思想 思前想後追憶過去 安排未來就是想穩 行就是行動做作 生滅循環就是行穩 最後這個色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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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顏色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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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顛倒生氣,就引生魔障,而成為生死的苦果 這些屬於生死法,能夠奪取我們的法身為命 所以叫做穩摩 五穩也就是五陰 穩摩也就是陰摩 陰的意思就是蓋浮而 又有五陰蓋浮遮著我們的真如佛性不能夠得到顯現 不能夠出來生死,所以叫做陰 第四就是死魔 死就是無常大鬼,人命終時有四大分散 喪生失明,任何生物都不能夠逃出死神的掌握 任你以前如何英雄蓋世 又如何有名的名醫 最後都是難逃這個死魔的關 除非是修行人 他們有了戒定為之力 竟然斷了煩惱,了生死 所以就脫離死的魔掌,不受死的控制 否則都是要被死魔奪走 所以在這四種魔之中 煩惱魔是屬於生死因 因為有煩惱,做業,做業就感受生死果 所以煩惱就是生死之因 天魔是生死之源 五穩魔以及死魔是生死果 魔軍就是兵種 就是那些兵 在經文裡面所說的鬼神 都是屬於天魔的兵種 這裡說一切魔軍夜叉羅刹 這個夜叉也是一種八步中的鬼神 這個夜叉也叫做摺疾鬼 繁與夜叉分為 它叫摺疾鬼,是一種摺疾鬼 摺疾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飛行很快速的 在天空裡面飛行非常迅速 有說到它好像東南西北四方 每一方每人射箭 這個夜叉能夠一時間一手 沒有將四支箭接著 即是它的飛行之非常迅速 它是到處擾亂修行人 這種又不是好鬼 羅刹回來它是可畏鬼 亦都是夜叉的同類 它的心非常凶惡 專一吃眾生的血肉 以眾生的血肉滋養自己的生命 喜歡吃人,喜歡吃人的鬼 河盆茶就是叫做暗形鬼 也叫做冬瓜鬼 它的形貌非常醜陋很難看的 也叫做淹霉鬼 人家睡覺被鬼摘 就是這些鬼作怪 皮蛇傘 翻為它叫淡精氣鬼 它專一吸人的精氣 吸人身的精氣 就是暴多 翻為它叫大生 亦叫做自生 那是化生的一類 它不從父母生的 不是由父母胎生的 而是化生的 那麼這些鬼神呢 飲人血、食人肉 和害於人間 屬於惡鬼的一類 但是它對於聽聞十大怨 並且能夠以深信心 弘揚宣說授詞 讀諾書寫的人 這些鬼邪神 釋戒遠離迴避 不敢接近侵害 信奉十大行願的善人 它不但不敢侵害 相反 或是發心親近守護 或者更會受到怨王的威德力感召 轉惡心為善心 發心親近看守 保護這個授詞十大行願的人 令到這個人 不會被其他 惡鬼騷擾、腦害 俗語所謂 一正就去百邪 因為邪是不能夠性正的 其心正 邪就威避 進一步 這個邪會被正的精神感格 潛移默化 反如生恭敬 反過來成為護法善神 那在這一段的經文中裡面 就是顯靈能夠以深信心 受持獨眾 或者書寫 甚至到四句話那麼少 但是可以得到這麼多的功德 可以得到三種功德 第一 上次所說的滅除五無間業 第二 現在所說的消除身心病苦 第三 魔鬼轉為永湖 業障 如果是消除了 就沒有煩惱了 沒有煩惱 就怎麼會再作惡業呢? 因為有煩惱才作惡業 沒有煩惱就不會作業 好像你罵人都是 你不發脾氣就不罵人 你發脾氣 你火遮眼才罵人 沒有這個親恨煩惱 就不會罵人 有這個慈悲心 所以沒有煩惱就不會做惡業 不做惡業 當然就不會這個惡暴 不會感受惡暴 那這種的情形呢 也即是煩惱仗 業仗 暴仗 三仗都消除了 我們在佛堂 隨起法會 念眾元不知後 有時是念到這個回向街 有兩句話 願燒三仗諸煩惱 就是這三仗 有時不知道三仗是什麼 就是這三仗 燒三仗諸煩惱 哪三仗呢? 就是消除煩惱障 業仗 暴仗 燒三仗 所謂願燒三仗諸煩惱 願得志為真榮了 如果以心信清淨心 如果以心信清淨心 時事敢仰行 念念以奉行 十大願為念 三仗可以消除 將除 將消滅 將除智慧就生起 從此 在菩提道上 中間永無諸位曲上 順風順水 一凡封信 直達菩提妙國 所以 十大願王 是有這麼微妙 不可施以功德 事故若人 眾此願者 行於世間 無有障礙 如空中穴 出於魂藝 諸佛菩薩之所稱讚 一切人天皆應禮敬 一切眾生食應共養 上面的經文 在教糧功德的時候 指出 布施 供養的功德 不及文經功德的殊勝 現在 由這段經文開始 就共成有五段經文 講明 壽詞獨眾此行願品 得到五種殊勝的果報 現在我剛才讀這段文 就是第一段 是最熟得到真相果勝 在這兩項經文裡面 我們看看 這幾句經文 是對於修學普然行願的人 的一種真相助元 所謂真相助元 就是幫助你增長 向上進修的恩願 能夠得到真相助元 而是一種殊 是一種殊勝的感應 就是獨眾 每一個人都可以受持 無論在世間 何時何處何地 能獨眾 受持這個行願品 在世間上 無論什麼時間 什麼廁所 什麼地方 都可以通行無阻 是無有障礙 不會發生任何人 事上的流難 以及糾紛 也不會發生意外 不如意事 有這麼好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福力心口 事上 在十大縣的威德力互聯之中 所以這個人 在這個世間上 一無有障礙 我們很相信 大家都知道 觸摩老法師 就是繼如大和尚的師父 觸摩老法師 也是敏治法師的同學 他們兩個都是 太虛大師門下的學生 來的 在這個 觸摩老法師的 十大行願講話裡面 他將自己 親身所經歷奇境 那種認嚴的故事 說出來 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 他說在文國 37年的時候 就是1948年那時候解放了很多人逃亂去香港 他說在那個時候 他因為在香港剛剛大病初遇 剛剛好了 那個心力、體力都未曾認真恢復 他有一天就過海 在統一碼頭搭船過海 那時候幾十年前 那些科技當然是沒有那麼猖鳴 過海就是去那個賣票站那裡買票 那時候就是兩毫子 我們以前在香港搭這個國海都是兩毫子 尖沙咀國海也好 佐敦道碼頭國海也好 都是兩毫子 那樣他就買了一張船票 就入閘了 怎麼知道他說 不知為什麼這樣會糊塗糊入閘 要上船的時候 走過這個跳板那裡 那隻手好像不知拿著什麼 拿著那個船票 但是他不知不覺 不知道為什麼糊塗糊塗 把那張船票丟到海裡 一丟到海 他自己勝出 糟了 我自己都把船票來 為什麼會丟掉呢 那他想著 但是那時候也是查票的 他心裡很擔心 那後來 他都沒辦法了 已經進了一閘上船 就上船 到時候才算 他就上了船 那時候那些船 他們那些位置不是有椅子的 不是好像現在坐車那樣 有椅子的一張一張 是一條長 很長的 那些椅子 那他開了船之後 那些人馬上就查船票了 因為過海不是時間很久 所以一開船之後 那些人查船票 那些人查船票 查得非常嚴格 有時候有什麼事 就要問來問去 那他心裡想就糟了 自己這次這麼糊塗 扔了船票下去 底下 下了海怎麼辦呢 那看見那兩個查票員 一直查很仔細 每個人都查 在他前面的三排 第三排 是有兩個出家人 有兩個出家人 那兩個查船票的出家人 查船票查到兩個出家人 一樣是很仔細 很嚴格地去查 那他想一下 這次真是慘了 他說如果我自己 他快到查 如果查到自己沒有船票拿出來 被人罵兩句都無所謂 是自己懵懂 但是影響到佛教 那些出家人這樣 影響那些查船票的人信仰佛教 他們這麼真誠信仰佛教 而你的出家人這麼賴貓 坐這個霸王船 那他的內心是非常難過 但是他後來一想 他說我一向受持行願品 俗眾行願品 他又想到 剛剛我們今晚說的一段經文 想到他說 若人眾此願者 行於世間無有障礙 如空中愈出於魂魏 他又想著這幾句經文 於是一刻 一路自誠心念普言菩薩 那不用多久 那些查票員查到他坐那行 他坐那行是有七八個人 他就坐第四個人 那那些查票員 那那些查票員 一個兩個前面 他前面三個 就是他 他一排那裡三個 才三個查 對他們查得非常嚴格 他是第四個 應該查到他的 他的心就真的想了 那時候真的 很難過很難過 同事也都非常緊張 全一心一意念普言徒失 誰知道有這麼奇怪 查到他第四個人 那些人看不到 這樣就隔開了他 就走到第五個 走到第五個人的位置 一樣是這麼細心查 單單獨獨就不查他 好像看不到他這樣 所以 竹摩魯法斯 後來 他寫說 這次真的是一個考驗 令到他對於普言行 永遠的那種信心的考驗 由他有這種信心 所以對他以後這個弘法的工作 更加有這個實足信心 將這個佛法弘弱 佛法實在是不可思議 只要你有真誠自信之心 一滴一點 你都是有這個感應的 故此 這裡就是講到這裡 行於世間又沒有障礙 在當時他沒有船票 但是都得到無障礙 沒有人留難他 這些就是行願品的力量 十大行願的力量 是普言菩薩的慈悲乎 如空中愈出於魂毅 這裡是用譬喻 說明 得無障礙的殊聖 毅 即是障礙遮蓋的意思 這個重念行願品的人 在世間人事上 他是得到無所障礙的 得到無所障礙等於什麼呢 由於空中的明月透出雲層 光明、皎結、明靜、普照遠方 是不會比這個重雲口母 都遮障的一樣 月的光明能夠消除黑暗 仲持這部經紀人能夠發生智慧 可以破煩惱的黑暗 不被擾亂 行願更深信心更堅固 這個悲心更加廣大 由於明月普照 普能夠利益一切眾生 因此能夠敢格上聖 為諸佛及大菩薩們所清揚讚嘆 諸佛是果中之人 已經是得盛聖果 得盛無上菩提果 受此這部經的行者 是因人 因中修行之人 由受此十大願 被經中大願所分圖 發心自然廣大 就是菩薩的心良 是真正的佛弟子 故此被諸佛及諸大菩薩所稱讚 一切人天 皆應禮經 一切眾生適應共養 人是世間之人 天是天上的天人 由修行十大願 智慧日益真名 悲心擴大 行怨軟心 故此一切諸天 以及人 亦都敬仰祂的延善 敬仲祂的德行 都樂意接近祂禮拜共養 這裏就是講明 受此行怨品的人 他們本身獲得真相果報的殊勝 此善男子善得人身 圓滿普賢所有功德 不苟當如普賢菩薩 促得成就微妙式身 對三十二大丈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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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經文 就是講明 得五種殊勝果報的第二種 是等流果 什麼叫等流果呢 等 是平等 流 就是流類 這一類 即是同是這一類所得的果報 與因平等相同的 我再講明白些 即是如是因就敢如是果 因之與果是絕對相同的 因果等同一類 世間一般眾生 依著三毒煩惱 不靜心 所作的業呢 有時是善 有時發下善心 有時又惡心 起下惡心 那麼所作的業因呢 又善又惡就善惡不同 染症都不得平等 故知所感的果報呢 亦有苦樂不同 有時有苦 有時有樂 此善男子善得人生 現今這個修普言行願的 善男子 或者善女人 這裡講善男子是包括善女人的 不是說我們女人都沒有這種功德 凡是修普言行願的 都有這種功德 因此這個經文是簡潔 所以善男子已經是包括善女人在裡面 所以大家不要灰心 這個修普言行願的善男子 或者善女人呢 以三葉清淨之恩而修 修恩清淨 果 果 亦都是清淨 他的恩 是普言行願 這個果呢 當來亦都同菩薩的莊嚴身相 善得人生者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將來 真與二三葉進修普言行願 結果就能夠圓滿普言菩薩所有的功德 普言菩薩所有的功德 等同三世諸佛 和三世諸佛平等 所以 受持普言行願的人 所得的人生的身相 亦都好似普言菩薩的微妙色身 故此說 圓滿普言所有功德 不久當如普言菩薩促得微妙色身 那這裏不久呢 就是在不久的將來 不是即時 收普言行 那收這個普言行 或者經過很長的時間 才得到成功 那就看看 我們的恩怨如何 信心堅固精進實行 這樣 由錢的一步 慢慢慢慢由錢入心 將來精進勇猛 直到這個程度深的時候 更加精進勇猛 廣修普言行 那這個時間 慢慢就可以得到成就 所以都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時間雖然長 但是它必定有一定的時期 所以叫做不久 不久 不久就是有決定的意思 在不久的將來 將來就看我們的精進程度如何 在不久的將來 決定是會獲得 猶如普言菩薩一樣 速得成就 微妙色身 很快就得到 微妙的色身 簡別 就不是凡夫粗俗的 污垢四大色身 我們凡夫的色身 污垢救衛 九孔常流 如果在三藩市 天氣涼 兩三天洗澡 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天氣熱 一天都要洗澡三次涼 一天兩天不洗澡 就全身酸縮 所以 凡夫的身體 污垢臭胃 九孔常流 不潔淨 這個微妙色身 是猶如普言菩薩一樣 普言菩薩 劃盡自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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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圓滿 劃盡自圓圓滿 具足所有功德 所成就的相好莊嚴身相 這個身相是怎樣 具三十二大丈夫相 大丈夫相 即是大人相 偉大人物之相 不是大人和小孩子的相 大人相和小孩子的相 這個大人相 是偉大人物之相 偉大人物之相 有他們的福相 現在我們好像在社會上 做大事的人 做慈善 他們的相貌 有一種很特別 有時候很慈悵 很有福的相貌 這個大人相 三十二的大人相 從猶如佛堂的三十二相 由祝賀安平相 乃至頭頂玉繼相 通身 總共三十二相 這些就是 是福至圓滿的 莊嚴身相 全身具有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 卻表示福至圓滿 是人天中最尊 眾聖之王 此是佛堂的應化身 行化於人間 現這個光明相好的身上 現在普圓滿的 現在普圓菩薩 是能夠成就眾德 他的德 是等同諸佛 因為等同諸佛之德 故此也具有三十二相 另一相應化於人間 現在修行十大行願的人 願 是同菩薩 心量也學習菩薩 有這種殊聖之恩 將來修恩完滿 亦都敢得跟菩薩一樣的微妙色身 具有三十二大人之相 所以這種叫做等流果 有如是因 敢如是果 我們看看 只是獨眾 授慈十大行願的恩 就有禁殊聖的果報 就是果明 仲慈民經功德的殊聖 若生仁天所在之處常居聖族 這兩句就是 得五種殊聖果報的第三種 義熟果聖 義熟者 就是義時如熟 這個義就是 田共那個義 就是不同的意思 不是一二個義 是不同時間 敢得殊聖的果報 如果今生做了善業之恩 或者做了惡業之恩 就是今生感受善惡業那報 如果今生做了惡業 又有惡報來臨 遇到不好的事發生了 這個 賢生受報 賢眼報 賢眼報 誰叫你作惡業 賢眼報 如果是做了善業 有好事臨門 好事好事 善友善報 善友善報 這些就是現生受報 現在稱為義熟者 就是義時如熟 不同時間的果報成熟 即是今生做了善惡業 來世或者再來世 才受善惡的果報 受果是不同於 作恩那個時間 就叫做義熟 義時如熟 受慈這個普賢十大行願 是殊聖之恩 今生所修之恩 當來之世得到成熟 感得殊聖的果報 所以稱為它叫義熟果聖 即是說 果報在義時不同時間成熟 現在這兩句經文說 若生仁天所在之處 常居聖族 一切眾生作下善惡業恩 陷藏在八色田中 至到恩怨成熟的時候 就會感受果報 然後受慈獨眾聽聞十大願望之人 藉著他們所修的殊聖廟恩 當會是感受聖果 將來或者再生人度 或者是生天上 這個人如果是生天 就不同一般人生天了 因為生天 都是隨著過去所做善惡大小 所感的果不同的 有些人生天 就生為天王 或者有些人做天王的宰父大臣 或者有些人生天 是做這個護衛隨從 或者是普通的天人 就是做這個民間 天人的民眾 那現在修行十元的人 無論他將來生人間 或者是生天上 他們都非常之尊貴 居於時性種族之中 不是低下的 在人間 如果生人道 得到人生在人間 或者是大富大貴 或者是國家的重要人物 高級尊貴之家 如果這個人生天上 或者是做天王 或者是做凡王 所以無論生人間 或者是天上 都不會居於卑下的種族 亦都不會墮落貧賤之家 所以叫做常居性族 這些就是講明 授持行怨品的時性之處 那今天講到這裡 就夠了 那下一個星期 再和各位見面 結束 多謝各位 阿彌陀佛 謝謝陳老師 阿彌陀佛 謝謝